我觉得我们应该再等一等 我不相信一点办法都没有 照现在的状况 我们维持下去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我们现在除了维持员工的消耗和流水 别的什么也做不了 是啊 百合 与其这样还不如早点散伙 这样也能减少点损失 我不相信一点办法都没有 天一他们这么干 损失肯定不比我们少 他只拉走了公司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再加上庄齐 实力和我们应该不相上下 所以 现在是在比 我们谁的心理承受能力更强的时候 关键是我们现在心里 已经承受不了什么了 百合 草草 草草 你怎么来了 草草 你怎么了 怎么哭了 是不是大华欺负你了 那是怎么了 我就是突然之间特别想你 行了 今天就讨论到这里吧 改天再说吧 快过来 坐下 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百合 我妈说我不是打金山的 真的 他 他怎么突然跟你说这个呀 不过 如果是真的 你也别太难过了 他们不是对你挺好的吗 都这么多年了 这跟真的有什么区别呢 是不是 我知道 我就是一时接受不了 我突然觉得我好孤单 孤单什么呀 不是还有我吗 那你叫我一声姐姐吧 好啊 那我叫你姐 你就不许再哭了 姐 好妹妹 好 别哭了别哭了啊 还有我呢 好了好了 没事了 丁嫂 李先生 给我吧 好 你忙去吧 妈 来 喝口茶 消消气 明朗啊 我真的不应该让你参与公司的事 要不也不至于你跟黎天闹成今天这个局面 说到底都怨我 我就是太相信他了 妈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让他把钱还回来的 我现在啊只希望你爸能快一点醒过来 他 能有口气活着 我们一家人平平安安的我就满足了 明朗 别去找黎天了 你斗不过他 你从小就心地善良 你跟黎天不一样 他心机太重了 你爸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才一直考验他 想让他改掉这些毛病 你爸没事的时候 他还有所顾忌 你爸这一倒下 就没人能管得了他了 总是我不能看着他为所欲为 而且现在百合已经被卷进来了 我更不可能不管了 你跟百合还真是患难见真情 当初百合嫁进我们家的时候 如果不是我心思太多 如果我能对他好一点 我们家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 说到底都是因为我 我是自作自受 妈 别这么说自己了 不都已经过去了吗 我知道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明朗 快点把百合找回来好吗 喂 喂 明朗哥 我把你的事跟我爸说了 他答应先跟你见一面 我在开园九龙湖度假村等你 我就在大堂 你到了以后在大堂门口等我 给我打电话 对了 我爸真挑剔啊 你来的时候穿整齐点 行 赶紧过来吧 谁啊 你非得让我见他 你见了就知道了 别忘了我跟你说的啊 麦克叔叔 你呀 你们认识啊 哎 你干嘛呀你 那儿坐着去 没记性 怎么说的呀刚才 啊 哎 你们怎么认识的 哦 呃 说来话长 麦克叔叔 之前教过我的 哦 哦 什么态度啊你这是 坐直了 坐正了 知不知道这是给你机会表现啊 机会难不难得 问你话呢难不难得 难得 难得 难得就积极点配合点啊 好 明朗哥 要认识呢 这事就更好办了 就不用介绍了 大大方方的把你的要求说出来 不用客气啊 看我干嘛呀 看对面 哦 说吧 呃 麦克叔叔 是这样的 呃 我已经从梨江公司撤了股 把全部的资金 注入了我哥名下的那家公司 公司的名字叫天一 不过再后来呢出了点事 我哥他现在呢就想搞垮梨江 为了能让梨江破产 他降低价格 恶意竞争 抢了梨江大部分的生意 现在梨江的情况非常地危险 呃 不知道叔叔您 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帮帮我们 拜托了 这事我得琢磨琢磨 你什么意思呀 其实呢 这件事也不难办 是吗 那拜托叔叔了 对了 你现在跟你爱人怎么样了 他叫什么来着 他叫江百合 哦 我们 前阵子离婚了 什么 离婚了 这妈妈我帮不了 你给我站住 今天你要不帮他 我就当着你面把那戒指给吃了 你这么一把年纪了 自己好好掂量掂量值不值啊 好好好 明朗啊 上次你说是你不对 你把他气跑了 你又跟我说过 你要把他追回来 现在怎么又离婚了呢 你的事容我想一想 晚一点我再答复你 那你到底是帮还是不帮啊 你急什么呀 我又没说不帮啊 梨江那么大的公司都被拖垮了 我这么大岁数了 还不得掂量掂量吗 是啊 叔叔说得没错 你先回去吧 你的事 我得好好想想 好 行 那就 拜托叔叔了 那我先走了 叔叔 明朗哥 你等等我 明朗哥 行了 不用送了 今天谢谢你啊 回去吧 你知道为什么提到百合 我爸反应那么大吗 为什么 他这辈子最放不下的 就是我跟我妈 他最受不了的就是那种 抛弃女人的男人 我知道了 走了 明朗哥的事你必须管 先别管什么百合 那事跟你没关系 先坐下 不懂得为一个女人负责 其他事她也不会上心的 这种人又何必关心呢 一马归一马 那是人家两个人的事 跟你没关系 当年我不负责任抛弃你母亲 我就怕这小子跟我犯一样的错误 看到你就想起你妈妈 那时候我不太成熟 浪费了她一片痴心 我可不想看到同样的事情再发生 我看这小子挺浑的 明朗哥跟你不一样 我了解他 你说你了解他 那你还屁颠屁颠替他跟我求情 你的心思我都知道 可你知不知道 到头来你什么都得不到 你就给个痛快话吧 这忙你是帮还是不帮 我会帮 可也有条件 除非他能得到百合的原谅 孩子 明朗心里没有你 虽然我不反对你喜欢明朗 但我最担心的是 你忙活了大半天 最后什么都没唠叨 我愿意 百合是百合 我是我 我喜欢明朗哥 所以我尊重他的选择 你的孩子怎么听不明白话呢 你是在为人做嫁衣知道吗 戒指你不想要了是吧 你威胁我也没用 不行你就把戒指吃了 好啊 我真吃了啊 行行行行 我帮就吃了吗 一个戒指就把你给搞定了 抠老头 我是担心你 我怕你肚子疼 得了吧 你就是心疼你那点钱 我多说一句啊 你有完没完啊 如果我这次帮了明朗 他肯定会跟百合在一起 到头来 你可什么都没有 你可要想清楚 我想清楚了 你想清楚没有 只要你高兴 怎么着都行 我都是为了你 那就行了 我现在就去把明朗哥给叫回来 明天再说 不能明天 梨江公司马上就要破产了 来 你天 你对我不仁不义 我赵前孙也不是好惹的 二姨 二姨 她怎么会在这儿呢 她怎么会在这儿呢 李天 你们都是约好的吗 一个一个都来了 怎么 有什么事情要说 李天 我今天想来跟你说 你能不能对明夏好一点 她毕竟是你的妻子呀 我倒是挺好奇 你是谁呀 你跟宁夏到底什么关系 你凭什么这么说谎 李天 你不要以为你做的那些坏事 没人知道 邦家云朵的事 就是你在背后操纵的 你要是再敢欺负宁夏 这些事 我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去 去说 你认识这双鞋吗 这双鞋是宁夏给我的 你明知道你的外甥赵乾孙绑架了云朵 却知情不报 你根本就是在装好人 你有什么资格说谎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李天 这 宁夏怀了你的孩子已经几个月了 她不想告诉我 她还想到医院去打掉 好 李天 为你的后代积点得吧 看在孩子的份上 对宁夏好一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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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尊 你这是干什么呀 二爷 离天那个王八蛋 我要废了他 你怎么那么糊涂啊 这种事你也可以干呢 千万千万不能干 使不得 他拿我当猴耍 我咽不下这口气 前尊呢 你听我说啊 现在宁夏和离天呢 是夫妻 这宁夏呢 又有了身孕 你说这要离天 出了什么事 那宁夏和孩子 可怎么办呢 那姓离的 就是个禽兽不如的东西 你闺女跟了他 能有好日子过吗 我要弄死他 你闺女不也解脱了吗 前尊 你听我跟你说 二爷我呀 得了癌症 可能活不了多久了 我就是想求你一件事 好不好 阿姨啊 这么大事 你怎么不早说呀 我的事你就先别提了 我倒是担心你 我临死前 就想让你变成个好人 你说你 你要是真出了事 你娘她怎么办 难道你想白发人 送黑发人呢 你尽过孝道吗 行 阿姨 这次我听你的 好 你要是真能变好啊 我跟你娘啊 也就省心了 行了 别说了 我娘知道这事吗 咱先不说这事 我跟你说啊 这离天跟宁夏呢 原来一直打打闹闹的 宁夏一直还躲着她 可是最近呢 这宁夏一直往离天身边凑 我就担心出什么事 你帮我盯着点 这要真出了什么事 可什么都来不及了 二姨啊 这事包在我身上 我说二姨啊 你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 还是赶紧去住院吧 不用了 给我太太来一杯果汁 好的 先生 怎么了 跟我吃饭压力很大吗 有什么压力啊 跟谁吃饭不支持 那你为什么 不多看我一眼呢 这外面的风景 比你可好看多了 那你知道 我今天为什么要请你吃饭吗 你不是为了要庆祝吗 你的目的马上就要达成了 现在黎江公司 已经危在旦夕了 其实这些我早就料到了 没什么 那我就不知道了 你猜猜看嘛 这事你应该比我先知道 我猜不到 你知道我这个人很笨 林夏 你知不知道 你生气的时候 特别性感 你别瞒我了 我们夫妻一场 就算是不为自己打算 也应该为孩子考虑一下吧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还在装糊涂 你有孩子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是这个孩子的父亲 你再怎么恨我都可以 但是这个孩子 我有权知道 他的存在 这个孩子跟你没有关系 就算我把他生下来 我也不会让你见他 不论 我不会接受的 这个世界上 还有值得你珍惜的东西吗 你对这个孩子来说 就只有危险 你在胡说什么 你难道觉得 我对你的感情是假的吗 我现在最关心的是什么 是你们母子俩 你好好想想 林夏你看清楚 也许以前的我 并不是一个好丈夫 但是 我一直都在很努力 但是 你可以为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不惜一切代价 有一天我也会 成为你的代价之一 既然你什么都想明白了 你又嫁给我 那为什么在孩子的事情上 你想不明白呢 我只是在保护我自己 我只想在这个世界上 找到一个 能让我值得珍惜的东西 林夏 我知道你爱我 你只是讨厌我的想法 随你怎么说吧 一天 赶紧来公司一趟 我有事跟你说 我这就过来 对不起 我有点事情 先离开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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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不打算帮你的 我不想帮一个 抛弃自己女人的男人 我是个生意人 凡事都要考虑到成本和利润 你这件事情 我什么都没捞着啊 我是看在黄荣的面子上 给你一次机会 但是你要答应我 先让百合原谅你 麦克叔叔 其实我一直都很希望 百合回到我身边 只要他能原谅我 我可以不惜代价 但是 经历过那么多事之后 我终于才发现 原来我是一个特别自私的人 我从来没有考虑过百合的感受 我从来没有想过 到底百合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我不瞒您说吧 其实百合现在 已经找到他的幸福了 我很尊重他的选择 这都是我的真心话 如果只有让百合回到我身边 您才肯帮我的话 那对不起 我宁愿放弃这个机会 那你还爱百合吗 爱 非常爱 所以我希望他快乐 我不想让我的爱 变成他的负担 你真这么想 你会舍的吗 舍不得啊 明朗啊 你比我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成熟了 如果我在你这个年纪 有你那么多领悟的话 我也不至于做一件 让我后悔二十多年的事情 别装了 这忙你是帮还是不帮啊 你老催什么催啊 好不容易有昙花的气氛 都给你破坏了 行行行 你们聊啊 说主题 明朗 你养过鲸鱼没有 养过吗 这事跟鲸鱼有什么关系啊 你扯什么鲸鱼啊 姑姑奶奶 你老实待会儿好不好 给我们两个男人一点空间 我们再谈试呢 嗯 你养过鲸鱼没有 我养过 那你知道鲸鱼是怎么死的吗 我一开始养鲸鱼的时候 为了希望它们可以快点长大 我就给它们很多吃的 一直喂它们吃 但结果第二天很多就死了 我后来才知道 原来鲸鱼它是不知道什么时候饱的 都是被自己给撑死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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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别人吃 你还没吃 你就要吃 你先饱了 你饱了 我饱了 你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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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饱了 你飞了 你飞了 我饱了 你饱了 你飞了 你们刚才说什么呢 什么金鱼啊 他的问题解决了 这小子还挺有悟性 不错 不错 那当然了 我的眼光能有错吗 刚刚明朗说 愿意尊重百合的选择 如果百合不选择明朗 那么需不需要老爸帮你撮合一下 得了吧 他对百合什么感觉 我又不是不知道 他爱百合 他根本就离不开他 离开他他根本就活不了 就算他说他放手 让百合得到幸福 那也只是他自欺欺人而已 你也长大了 傻丫头 谁傻 我傻 我傻 百合 百合 我们实在是撑不下去了 再这样也没有什么意义 算了吧 百合 接受这个事实吧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现在黎江公司气数已经用尽了 公司账上剩下那点钱 我们大伙已经决定了 分给公司员工和那些工厂的工人们 这么多年全靠他们出的力 如果你没意见 就请在上面签个字 我就宣布公司破产 我们下期见 来的正是时候 是来看我们怎样散伙的吧 我来是有件事情 希望你们可以帮忙 开什么玩笑 你年轻有为 又有三头六臂 我们这帮老家伙们 怎么可能帮得上你的忙呢 有什么事快点说 没事情别担我们开会 我是来认错的 我对不起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个机会 别闹了 应该说你给我们机会才对 我们这儿马上要关门了 请问贵公司是不是需要人呢 是啊 拜你所赐 还求你给我们大伙一口饭吃呢 我请各位再相信我一次 让我回来公司 可以跟大家一起重整旗鼓 再相信你一次 现在公司都没了 你们兄弟两个 趁着你父亲卧病在床的时候 分了公司同时又分了家 像你这种人谁还敢相信你 问一下在座的 问一下在座的 他们能相信你吗 我相信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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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合 你坐下 你起什么哄啊 他是什么人干过什么事 你都忘了 我们怎么能相信一个落井下石的人呢 能让他把话说完吗 就算我求求打架了 各位同事 各位前辈 对不起 请再给我一个机会 行行行 有话快说 现在梨天和庄齐不惜代价 压低价格 来跟我们梨江竞争 但是他们也冒着很大的风险 我相信他们很快就坚持不住了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帮他们压上最后一根稻草 牙 拿什么牙 我们公司现在什么都没剩下 如果我们还有订单 天一肯定会不惜代价 降低价格来跟我们竞争 来跟我们抢 我们就以 无法生产为由 把手上的订单全部让给他们 他们肯定不会放过 能压倒我们的机会 现在原材料价格上涨 他们的生产成本 也同样俱增 我们就用最后这一笔订单 来撑死他们 贪吃的鱼 总是会把自己撑死的 你说的 有这么一点点道理 可是我们大伙 凑不出这么多钱 你这出戏 我们没法唱下去 这出戏一定能唱下去的 这个钱我来出 我打算把我们离家的房产 抵押出去 这是房产证 还有钱都在这张卡上 你也看一下吧 钱总 可行吗 我看没有问题 我这里也可以出一点 还有你的 应该差不多了吧 这样吧 大家都别闲着 各忙各的 走 快 走 明朗 我们这可不是相信你 是相信你爸 你妈 还有百合 他们在背后这么地支持你 你可一定不要辜负他们的期望 妈 谢谢你 儿子 公司的事 妈还能帮上你 百合的事 就得靠你自己了 今天怎么那么好请我吃饭呢 今天怎么那么好请我吃饭呢 我请你吃饭呢 我请你吃饭呢 是有两个目的 一是 感谢你长期以来 来对我的帮助 还有照顾 还有照顾 就这样 二是 你吃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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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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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饭店的菜很好吃 好吃到可以堵住你的嘴 这个是李明朗爱吃的吧 对不对 有完没完呢你 但我现在想知道 到底是你变了 还是我根本就不曾了解你 是的 是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我本来以为我至少还有你 你和我终未遇见过 没错 违法生活 也许 各自生活 眼泪在滑落 什么也不用再说 回忆已足够如何你我 还有那句承诺 既然爱情曾来过 爱过还未离开过 那么请抱紧我 别再冷我 别故意闪躲 如果爱情也分与错 那么说的一定是我 想和你在天高海阔 为爱执着 想和你在天高海阔 为爱执着 离江他们最近又接到了一笔新的订单 不过他们已经无力继续生产了 所以我打算把这笔订单给抢过来 我可提醒你 咱们接的订单太多了 公司现在已经超负荷运转 你可不能太贪心了 拖垮离江不是你庄齐的座有名吗 这个单子如果我们抢了 离江就彻底没有希望了 如果我们不抢 很有可能 他们借着这个机会跟客户谈条件 说不定 他们很快就会翻身 所以说 这张单子 算是离江最后的希望 离江现在已经是苟延残喘 倒闭只是时间问题 咱们没必要在这个时候冒这个风险 谁说这是时间问题 而且 我不会让他们有翻身的机会 我过去跟你爸呀 尝到这个开渊楼来喝茶 这里环境不错 是啊 妈 我有件事想请您帮忙 咱们俩之间还用这么客气吗 说吧 什么事 这个 什么呀 这么多钱哪儿来的 这是我爸妈留给我的 也是最近李伯告诉我 我才知道这件事 我拿到这笔钱 第一时间就把它拿给您 因为公司现在急需要用钱 我希望他能帮公司救急 百合 这笔钱妈不能收下 妈 我也是公司的股东 公司的存亡跟我也有关系 我想 爸也不想看到公司出事 您就别推辞了 百合 妈过去真的对不起你 对您有那么多的误解 妈 过去的事您就别提了 眼下先把咱们这个难关 过了再说吧 好吧 妈收下 但这笔钱 算是跟你借的行吗 我让明朗给你打条子 这件事是他惹出来的 让他还 妈 我找您 就是希望这件事 别让明朗知道 为什么呀 您就别问了 就当是帮我们一个忙吧 好孩子 你的心思 妈明白 好吧 吧 进来 雷总 出事了 怎么了 这几天原材料的价格在疯涨 如果我们花高价去购买的话 这远远超出我们公司的预算 最近有没有公司跟我们竞争 原材料为什么会成 这几天外面都在传 有人在囤积我们的原材料 肯定是梨江公司在购轨 我现在就去一趟梨江 你 马上去找其他的供应商 记住 最重要的是便宜 材料差不多就行了 李总 便宜的人材料不能用啊 万一指标不合格的话会出事的 你只需要去找就行了 其他事情你不用管 去啊 好 我明白了 原材料上涨 如果我们从梨江抢的单子照做的话 那我们损失就太大了 这原材料的价格不是一向都很稳定啊 为什么突然之间长成这样子 材料上涨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梨江公司 能把这么一大笔订单拱手相让给我们 我就觉得这里边有问题 没准是他们下的圈头 让我们吃不消 梨江公司一直是死水一滩 你也抓住了他们不敢便革的弱点 但是他们哪来的这么大勇气 剑走偏锋 谁又能帮他们立反狂澜呢 难道是爸醒了 绝集大到手于心里 绝集大到艺术 绝集大到核心里 虽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白鹤 怎么了 去吃饭吧 我跟你说 李天现在完全失去离职了 他这哪是在开公司啊 他是在跟黎江拼命 要是照这样下去的话 他得把公司的钱全部败光 到时候我们一分钱都拿不到手 不行 我们必须提前想好个对策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吃过早餐了吗 不吃早餐可对身体不好啊 爸 你什么时候醒来的 天亮我就醒了 这一觉睡得真累啊 这么早你到公司来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 最近公司运营不善 我们正在开会讨论解决的办法 你要不要一块来听听 不用了 我先走了 你慢慢谈 对了 今晚上你妈煲饺子 记得晚上回家吃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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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就是我仓库里所有的布料 你看您需要什么样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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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我想要这种布料 你看有没有 这种面料工序复杂 做工周期长 在同类面料中啊 价格不便宜 来点像的就行了 啥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看起来很像 价格符合我的要求 而且要快 你有没有 我的另一个仓库 倒是有一批这样的料子 就是因为当年指标不合格 给退回来了 我全要了 你要那么多布料干什么呀 李老板 你是负责供应布料的 至于用途 你不需要多过问 你到底卖还是不卖 李老板 请留步 这批货你可以全部拉走 但质量确实有问题 千万别穿在人身上 否则的话 我可不负责任啊 李老板 记住 我们买卖双方是签了保密协议的 这事情绝对不能传出去 是 这我知道 爸 我还以为你睡着了 我睡得够多了 以后都不想再睡了 太浪费时间了 爸 你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 当然了 这一觉睡得也不都是坏事 起码知道了这个家 并不是没有我就不行 让你妈受累了 她太了不起了 是 是 这个家还好有妈在撑着 还有你 你也长大了 我先前一直不放心 把公司的业务交给你来处理 总是在观察 在判断 这样对你其实没有什么好处 我先前一直想手把手地教你做些事情 现在看来啊 这些担心 这些担心都是没有必要的 越早把你放出去 你就会越早地成熟 坚强起来 你知不知道 当你睡着的时候 其实我特别担心 我担心你 不愿再醒过来 傻孩子 怕现在 不是好好的吗 是吗 以前的我太任性了 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而且就只会依赖你 还有大哥 才会造成今天的局面 李天跟你不一样 你们根本就是两种个性 一个太柔 一个太刚 李天有抱负 有想法 有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本来是件好事 年轻人嘛 没有理想和情操怎么能行呢 但是 我却把李天的这种好胜心 当成了一种野心 因为我的毒断 我反而成了李天 始终要跨越的一堵墙 不知不觉中 我站到了他的队里面 他很坚强 也很执着 在我不断的压制下 他却越发变得坚强和固执 我没有很好的引导你们身上各自的优点和长处 却总是把你握在属心里 生怕你们有什么闪失 在你们最需要我的时候 我没有给你们足够的支持和信任 我心里有亏呀 爸 你不要这么说 我知道你是关心我们 你是为了我们好 我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 我没有设身处地地站在你们的角度上 去顾忌到你们的感受 我做得不好啊 明朗 你成熟了 为此这一觉啊 我睡得值得 离天的错 跟我有必然的关系 我要帮助他回家 没有他 咱们这个家 不完整啊 爸 你放心吧 我相信哥一定会回来的 来 神经的家 要不我们别等了 先吃吧 再等一等吧 孩子们都饿了 离天不回来 这个天不回来 就这个天才能够的 叫什么团圆饭哪 黎天这孩子 这也不知道是着了什么魔了 特别是你昏迷的这些日子 我不想去想以前怎么回事 我只想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以后的事我不知道怎么样 我只知道今天晚上必须吃饭 黎天不在家 这饭哪 吃得不痛快 明朗 给黎天打个电话 看他在哪儿 什么时候能回来 算了算了 别催他了 黎天不愿意回来啊 不怪他 怪我呀 是我没让他觉得这是他自己的家 红仪呢 怎么一直都没有见到他呀 红仪呢 怎么一直都没有见到他呀 红仪生病了 前两天 肚子疼得在地上打滚 我们把他送到医院 一检查 得了癌症 现在已经安排他住院了 医生说 活不了几天了